说到飞行呢 在亚洲这个大陆7月开始 展开空军跟陆军的大规模军演 从7月20号到8月15号 共有12处机场受演习活动影响 这航班将会有大范围的延误 这两天呢 上海就至少取消了400个航班 共有12座机场受到影响 所以近期如果是台商 或是要到大陆去旅游的旅客呢 要注意航班变动 那么搭机达人的建议是 如果在大陆的时候呢 不得不搭飞机 要尽可能坐9点之前的航班 因为流量控制 大部分是在9点或10点之后 才会开始